Ciao a tutti, benvenuti al corso della lingua italiana 欢迎大家来到互相网校的意大利语课堂 Bonjourno ragazzi, io sono Simona, sono Chineze 同学们大家好,大家有没有听懂老师全意大利语的开场白呢? 如果你听懂的话,老师要为你鼓掌哦 好了,那上一节课呢,我们讲了基本的自我介绍 就是介绍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我来自哪里,这样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下去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要来复习一下上一次的内容 上次我们主要讲了以下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动词essere的辩位 那么同学们先来回答老师这个问题,essere是什么意思呀? 非常好,就是是 那么essere的辩位应该怎样变呢? 我们一起来编一下吧 io sono tu sei lui lei noi siamo voi siete loro sono 都想起来了没有呢? 六个人称六种辩位,你都记住了吗? 那接下来我们上次还讲了一些自我介绍的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翻译一下下面这句话好不好? 很简单 其实刚刚我已经讲过了,大家不知还记不记得 这句话 你好 大家好,我是Simona 我是中国人,幸会 那么 你好 如果正式一点的话,可以说bonjourno 如果是比较要好的朋友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ciao 那么 我是Simona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是 他是怎么说的? 很好 essere 那么 我是应该怎样说呢? 非常好 就是 io sono 那我们有讲过在意大利语里面因为有动词变味 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这个主语, io,是可以省略的 直接说 sono Simona 就是表示我是Simona的意思了 那么接下来这一句 我是中国人应该怎样说呢? 那我是还是刚刚一样呢? 是sono 中国人 Chinese 非常好 所以是 sono Chinese 然后最后两个字 幸会 我们也说过了 是 biacere 所以连起来一句话就是 ciao io sono Simona sono Chinese biacere 同学们都反对了没有? 那没有反对同学 别急 我们还有一句 再来试一下 这两位是 Luigi和Sandro 他们是意大利人 那我们回想一下 这位 这个 这些 这几个词啊 这个 guesto 或者guesta 这些 guesti 或者gueste 对不对? 这是一个只是形容词 那么它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说它的阴阳性单复数据 跟普通的形容词是一样变的 所以 这两位 应该是 guesti guesti 对不对? 就是这些 那这两位是 Luigi和Sandro 这里的 这里的 应该用哪个变位呢? 对了 因为是 复数 所以用第三人称 复数的变位 所以是 sono 也是sono 这两个要分清楚哦 那么 这两位是 就是guesti sono sono Luigi e sandro 很好 和 就是 e 所以这句话 guesti sono Luigi e sandro 他们是 意大利人 他们是 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第三人称 复数的 那个sono 意大利人 是 Italiano 还是 Italia 什么呢? 非常好 因为这里是 复数 所以说 Italiano的词尾 要变成 i 所以是 Italiani 这句话 连起来就是 sono Italiani 好 那我们把整句话 完整的来一遍 guesti sono Luigi e sandro sono Italiani 好 同学们这两句 简单的 陈述句的翻译 做的怎么样呢? 是不是 有的人 感觉到 得心应手 有的人 却抓耳挠塞 不知道老师 在说什么呢? 那些抓耳挠塞 同学 请千万记得 回去重新学习一下 上一次的课程 以及 你是不是 没有好好 被动词变位呢? 所以再强调一遍 动词变位啊 这些不规则的 比如说 esere 他一定要备熟 一定要熟练运用 否则的话 说话真的可是很累的哟 那上一次 我们还讲了一个东西 叫定贯词 很好 那定贯词呢? 我们讲了一点点 还有书上的一些练习 我们一边做 一边来讲 那么大家把书翻到第七页 看一下上面的第二题 那么第七页 这个第二题呢? 是让大家把定贯词填在 这个空格里 那么这每一句话呢 同学们可能有很多单词不认识 不过我们不要着急 我们先试着 根据上一次讲过的规则 把定贯词先填上去 然后我们再来一句一句看 这每一句话都讲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题 第一题这个空应该填什么呢? 定贯词嘛 主要就是看它后面那个名词是什么 那么这个名词是magina magina是汽车的意思 它是一个阴性名词 那么在前面 它又不是以原因开头的 所以它前面的定贯词 我们应该很简单就是填 la 所以这句话连起来 questa è la machina di Paolo Paolo呢是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我们叫他保罗 那么这个d是什么呢? magina di Paolo 这个d我们可以理解为 什么什么的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magina di Paolo 应该就是保罗的车 那么questa è la machina di Paolo 连起来就是 这是保罗的车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 这里的quiavi 是定贯词后面的名词 对不对 那么quiavi这个词 我们也已经认识了 它是钥匙的意思 那么它是一个阴性名词 而且这里是一个负数 所以它又不是原因开头 又是阴性的负数 很简单 就是le 所以这句话连起来 a eco le quiavi a eco le quiavi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里的eco 是什么意思 这个a不用说 a就是 啊 惊叹 对不对 那这个eco呢 就是a 正在这里 就是有一种 豁然开朗 突然找到一样东西 那种感觉 正在这里 那么 a eco le quiavi 连起来就是a 要是就在这儿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题 第三题 这个空格后面的 这个单词是studente 那我们知道 它的单数是studente 是阳性 那么studente的意思是 学生 非常好 那么阳性 复数 然后它是以什么 开头的单词呢 s加di 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s加辅音 那么当它是单数的时候 studente 单数的时候 前面定管词应该用lo 所以对应成复数的时候 studente 前面的定管词 就应该用 ghi ghi 所以这句话连起来 ghi studenti di italiano sono molti ghi studenti di italiano sono molti 很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ghi studenti di italiano 就是意大利语的学生 对吧 这个d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i italiano就是意大利语 所以说 ghi studenti di italiano 意大利语的学生 sono molti molti在这里啊 是一个形容词 它的单数是molto 意思是多的 因为这句话的主语是 ghi studenti 所以啊 我们这个molto 也要变成它的复数形式 molti 所以这句话连起来 就是意大利语的学生 有很多 好 接下来第四句话 这里的libro 前面应该填什么呢 非常简单 阳性单数 不是任何特殊情况的 开头的单词 前面应该填il 所以这句话连起来 questo è il libro di ana questo è il libro di ana 好 这里的libro是书的意思 所以libro di ana 连起来就是ana的书 那我们这里已经有好几句话 有这个d这个单词了 包括刚刚的 studenti di italiano libro di ana 还有 magina di paolo 那么同学们对d这个词的用法 有没有更深入的一点了解呢 那我们来试着翻译一下 意大利语的书这个词组 应该怎么说 意大利语的书 所以说 意大利语是 Italiano 书是libro 是谁的谁啊 是意大利语的书 所以要倒过来说 Libro di italiano Libro di italiano 那么这里的d和e italiano 我们可以把它省略 一个i 直接变成Libro di italiano Libro di italiano 好 那么这个省略这件事情啊 同学们注意了 这一个是意大利人说话的习惯 所以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 说什么时候一定要省 什么时候一定不要省 那我们基本上看到 如果有两个原因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把它省略 但是这不是强制的规定 所以同学们先不要急 以后慢慢学习 一边学一边再看啊 好 接下来 这一句话 我们要在sport这个单词前面 前定观词 那sport这个单词 是一个外来词 对不对 因为它是以辅音结尾的 那么意大利语里面 基本上很多以辅音结尾的词呢 都是外来词 那么外来词啊 有一个好处 就是同学们都要知道一下 所有的外来词 都是阳性 那么这里的sport 它是一个以s加b开头 也就是s加辅音开头的单词 又是阳性 所以它前面应该前lo 所以这句话就是 il calcio aerosport que preferisco il calcio aerosport que preferisco 这句话很长 而且还有一个 叫从具的东西 哎天哪 这本书一开始就上来太难 那么同学们先理解一下 我们先尝试着 把每一个不认识的单词 都先认识一下 第一个 calcio calcio呢 是足球的意思 也就是意大利人最喜欢的一种球类运动了 那sport 大家都应该猜到了 是运动的意思 对不对 那接下来 que preferisco que preferisco 那我们首先先不看这个que 我们先来看这个preferisco preferisco的意思呢 是我喜欢 注意他带了一个主语 是我喜欢 那么 que是什么呢 que在这里呢 引导的就是后面这一个我喜欢的句子 对 我喜欢已经是个句子了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 老师先告诉大家是 足球是一种我喜欢的运动 那么这个我喜欢形容的就是这个运动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个从句呢 就变成了一个形容词来修饰这个运动 叫做我喜欢的运动 那么在意大利语里面呢 我们这样的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个词 这样的用法呢 就要用这种用que引导的一个从句来修饰 所以对于这句话来说呢 我们就可以先看前半句 就是 就是足球是一种运动 那么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运动呢 que preferisco的一种运动 那么这个que preferisco就是我喜欢的一种运动 那关于这个从句的用法呢 以后我们会慢慢继续碰到 我们再碰一次学一次 那在这里大家只要了解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了 不需要钻的太深 那接下来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有一个单词是autobus 那之前有讲过这种以辅音结尾词呢 大部分情况下它都是外来词 外来词呢都是阳性 很好 所以这里是一个以原因开头的阳性单词 前面应该是写l一撇 所以连起来这句话读 scuzi e questo l'autobus per il centro? scuzi e questo l'autobus per il centro? 好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单词都是什么意思呢 scuzi就是打扰了抱歉 那autobus就是公交车 per是为了表示目的 而centro呢是市中心的意思 所以连起来这句话就是 抱歉 这辆车是去市中心的吗 那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说一般语问句在意大利语里面是不需要倒装呢 比如说这句话 questo l'autobus per il centro? 我只要把语调向上就可以表示一般语问句 那么这里这句话它是不是倒装了呢 变成 e questo l'autobus per il centro?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 那么在这里老师向大家说明一下 意大利语的语序呢是有一点点随意的 就是你为了强调说这一辆 e questo l'autobus per il centro?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questo提到前面来说 当然这句话你说 questo l'autobus per il centro? 也是完全正确没有错的 那同学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这本书呢编的比较口语化 所以有很多东西啊 我们不能用这个已经学过的语法规则 去硬加理解 大家只要知道这句话在说什么 自己会说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新课的学习了 那我们今天呢 要来学习一下数字用意大利语怎么说 那我们就从零开始吧 零 ゼロ ゼロ 一 uno uno 二 due due 三 tree tree s quattro quattro u chincue chincue liu sei sei chi sette sette pà otto otto chou nove nove 10 dieci dieci 好 我们先看到这里 那0到10呢 是我们学习数字的根本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11个单词给积极住了 特别是1到9 这个你们想一想在之后的每一个十位数的个位数都要用到 所以呀大家一定要把他们给治牢了 那我们自己再心里过一遍从零开始 zero uno due tre quattro chincue sei sette otto nove dieci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11到19 11就是10和1对不对 所以是undici undici 12 dodici dodici 13 tredici tredici 14 quattordici quattordici 15 quattord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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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i dici sei dici 好我们到这里再停一下 11到16大家要注意的首先是这六个单词的重音都是不规则的都在倒数第三个音节 其次我们要注意的其次我们要注意一下这里11到16是先说各位数的那个数字再说十dici 那么我们来看对不对就是undici dodici tredici quattordici 这里注意注意一下不是quattordici 所以说16是个分水岭 11到16都是个位数加10 而17到19都是10加个位数 那我们再连在一起来一遍 从11开始 11 12 13 14 15 17 17 18 19 好20应该怎么说 20 20 20 好从20以后的数字呢 就很简单了 直接用20这个十位数上的数字 加上1到9来表示个位数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21 Venduno 是不是20 20加上uno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22 Vendidue Vendidue 就是20 Vendi加上2 Due 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Venduno和Vendidue的区别呢 为什么不是Vendiduno而是Venduno呢 很好 因为啊 Uno是一个以原因开头的数字 所以啊 他在和前面那个Vendid最后一个原因碰到一起的时候呢 就要把前面20的那个最后的原因吃掉 所以变成了Venduno Venduno 那我们来回想一下 在1到9这九个数字里面 还有哪一个数字是以原因开头的呢 想不起来的回去看一下 是不是8 8呢 很好 所以啊 28不是Vendidodo 而是Vendodo Vendodo 好 那么剩下的数字就很简单了 那我们从23开始再继续学下去 23 Vendidre 24 24 24 25 25 26 26 27 27 27 28 刚刚已经讲过了 28 29 29 29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30 30 30老是告诉大家是30 30 30 好 那么同学们自己来想一下31应该是怎么说的呢 非常好 30 30 如果有人说成31了 那么就回想一下刚刚讲的规则 因为原因开头的数字碰到了前面的十位数最后的原因 要把前面十位数的最后一个原因给吃掉 所以不是31 而是31 32 32是31 32 33 33 33 34 35 35 36 36 37 37 38 38 39 39 39 好今天我们已经学到了39了是不是觉得自己好伟大学会了40个数字的说法对不对 不过现在他还是老师的不是你的记住回去要把这些数字全部记在你的脑子里变成你的才行哦 好 那么这个可以怎么说 那么这个可以怎么说那么这个AVERE呢就是有的意思有拥有的有那么AVERE它也是一个规则变位的动词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变味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变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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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同学们千万注意不要读错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有什么有什么你会说的那我们来造一个句子吧比如说我有钥匙 OLEGIAVI OLEGIAVI 那有同学说老师这个雷一定要加吗 那么这里啊我们就提醒同学们一下意大利语里面只要这个名词前面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加上一个定贯词基本上呢是不会错的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就是在提醒自己就是如果你看到名词前面没有什么一个啊几个的时候呢你就往前面加上一个定贯词好吗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试一下再造一句话你有书吗 Ai il libro Ai il libro 很好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你有两本书吗应该怎么说呢 Ai due libri Ai due libri 很好 那我们这里看一下只要直接把两本书说成due libri就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前面就不需要加定贯词不要说 Ai i due libri了这样就是不对的有数字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定贯词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书上的第九页第九页上面有四段小对话我们一段一段来解释一下每一段都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我们先来读一下 Qui è questa ragazza La ragazza con la borsa Se chiama Carla Qui be la ragazza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句话Qui è questa ragazza Ragazza这个单词我们是不是已经认识了那么这里的Qui呢是谁的意思Qui è questa ragazza连起来就是这个女孩是谁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如果我想说你是谁怎么说 很好Qui sei Qui sei 或者你说Qui sei du也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我想说他是谁Qui è lui Qui è lui 这里我们加上主语lui呢是为了表示这个人是个男的我要问这个男的人是谁不是问那个女的人是谁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直接说Qui è也是对的没有错啊 接下来Ragazza ragazzo是女孩男孩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我说Ragazi 那么就是称呼一群人 那么在这里同学们有没有详才老师开头的时候跟他打招呼说的是Ciao ragazzi啊 对了Ragazi呢就是可以有一种意思就是称呼大家 可以理解为我们中国的网络用语亲们亲对不对 就叫一堆人我们就可以叫他们Ragazi Ragazi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句话 La ragazza con la borsa 这个con con就是携带着 与同 相当于英语的with 那么如果说我们说La ragazza con la borsa呢 就是那个女孩带着一个borsa 好borsa是什么borsa是手提包的意思 就一般都是女孩子拎的那种包包嘛 然后呢 La ragazza con la borsa就是那个拎着包的女孩吗 那么这里有个问号 所以说是那个拎着包的女孩吗 然后后面有一句话 Sigyama Carla Sigyama Carla 好这里的Sigyama就是她的名字叫 她的名字叫要连起来 Sigyama要连起来就是表示她的名字叫 那么她的名字叫什么 Garla 好 接下来最后一句话 Que bella ragazza Que bella ragazza 那bella呢是漂亮的 漂亮的 那注意因为她这里形容的是那个ragazza 女生所以她用的是bella 如果说我这里说帅的男孩 应该就是bello ragazzo 或者ragazzo bello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种形容词是要放在名字后面的 但是这里同学们也要注意一下啊 形容词放在名字后面呢 是一个习惯性的用法 但并不是强制规定 一定要说 形容词一定一定要放在名字后面 这样说是不对的 因为啊 有时候我们要表示一些带有个人主观感情色彩的 这种形容词是会放在名字前面的 这个以后慢慢再聊我们首先 我们还是来看回这句话 Que bella ragazza Que bella ragazza 这里的que是什么的意思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过这个que preferisco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这里的那里的que我们说是引导一个从句对不对 但是这里的que就是表示什么 多么 在这里呢就是感叹句多么漂亮的女孩啊 多么漂亮的女孩啊 好那这一段话的意思大家有理解了没有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 我们还是先来读一下 Tezoro Ai tu le que a vi di casa? Io? No Io le que a vi de la maquina E le que a vi di casa dove sono? 好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Tezoro Tezoro是宝贝的意思 这是情侣之间或者夫妻之间非常轻易的称呼 就是亲爱的宝贝啊 Ai tu le que a vi di casa? 这里的do呢是这句话的主语对不对 我们可以省略不看 直接看 Ai le que a vi di casa 好 Ai认识 Giavi认识 Gaza也认识 Giavi di casa 就是家门的钥匙对不对 家门的钥匙 所以Ai le que a vi di casa的意思就是 你有家的钥匙吗? 你有家钥匙吗? 那么我们这里Ai le que a vi di casa也可以写成 Do ai le que a vi di casa 也可以写成Ai do le que a vi di casa 或者说Ai le que a vi di casa Do 甚至这样写都是对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出来 Do这个主语的位置 在这句话里面是非常随意的 同学们可以说可以不说 可以放在前面 也可以放在后面 就看你想怎么说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 下面这句话 Io 我吗? No Io o le que a vi della máquina 诶 这里有一个le que a vi della máquina 那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有个dela呢? 很好 这里的dela呢 就相当于d加上la 那么在意大利语里面 这样的d前置词 也就是借词 碰到了la这样的定冠词 我们就要把它缩合 变成这样的dela的形式 那么具体这个东西呢 我们会在第三课里面给大家讲到 那么现在我们就了解一下即可了 那que a vi della máquina呢 就相当于que a vi di la máquina 所以意思就是车的钥匙 车钥匙 o le que a vi della máquina 的意思就是我有车钥匙 好 那接下来 e le que a vi di casa dove sono 开始的这个e没有什么意思 它只是连接上下文的一个词 le que a vi di casa就是家钥匙 dove sono 诶这个dove是什么呢 dove是哪里的意思 哪里 那么这句话 le que a vi di casa dove sono 就是家钥匙 在哪里啊 那么这句话有点倒装了 我们可以把它还原成 dove sono le que a vi di casa dove sono le que a vi di casa dove sono le que a vi di casa 那就是这句话本来应该有的语续了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dove sono le que a vi di casa 你都会说了 我们来翻译一下 你在哪里这句话应该怎么说 很好 dove sei dove sei 如果同学们英语够好的话呢 就知道英语里面 哪里就是where 对吧 我们说你在哪里是where are you 对不对 所以are you就是say where are you就是dove sei 好 这样的解释呢 是为了便利那些英语好的同学 那有同学说老师我英语一点都不会 那么你就不要去管这一段了 你直接记住dove sei是你在哪里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试一下下一句话 翻译一下 意大利语书在哪里 怎么说 在哪里就是dove加上essere 对不对 那么意大利语书是一个第三人称的单数 所以dove è libro di italiano 对不对 那么之前我们有讲过一个名词嘛 前面最好就是加上一个定观词 所以就是dove è il libro di italiano dove è il libro di italiano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话 我们先来读一下 sai Maria ha due fratelli Paolo e dino davvero e quanti anni hanno Paolo ha undici anni e dino sedici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sai sai sai的意思呢就是你知道 你知道 所以这句就是你知道吗 Maria ha due fratelli Maria有两个什么 fratelli 单数是fratello 兄弟的意思 那么这里我们扩展一下 姐妹应该是sorella sorella 好 那Maria如果是有两个姐妹的话 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 Maria ha due sorelle Maria ha due sorelle 这比较简单 好 Paolo e dino 就是他两个兄弟的名字 保罗和dino 对吧 接下来 davvero davvero的意思是真的 那么在这里有个问号 所以就是真的吗 接下来 e quanti anni anno 这里quantiani anno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他们几岁 那我们问几岁呢 用的疑问词是quanti 那几岁的岁我们是ani 所以连起来如果问你几岁 我们应该说quantiani ai quantiani ai 问他几岁应该说quantiani a quantiani a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词来分析一下 首先这里的quantiani 是问多少 那么他是有单数的 他的单数是quanto quanto这个词在问有多少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quantiani要根据后面提问所用的那个东西的那个名词 来改变他的阴阳性和单负数 就比如说这里的ani ani他的单数是ano ano ano是年的意思 那么ano是一个阳性 阳性单数 那么ani就变成了阳性负数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对着ani来提问有多少ani的时候 这个quant就要变成quantiani 所以连起来就是quantiani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几岁 在意大利语里面我们表达不是说我几岁 而是说我有多少年了 那么这里的有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avere 所以啊你几岁就是quantiani ai 同学们能理解吗 相信应该难不倒聪明的大家吧 好 那接下来如果我想说你有几本书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书是libro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还有几本书 那么书可能要变成复数几本嘛 所以变成libri 那么对着书libri来提问有多少的时候 这个quant是不是要跟着libri来变他的信数呢 所以quant也要变成quantdi 所以你有几本书连起来应该就是quantilibri ai quantilibri ai 那如果我想问你有几把钥匙怎么说呢 那钥匙单数是kiave 复数是kiavi 是一个阴性的名字 所以quant要变成很好quant de 连起来你有几本钥匙呢 应该就是quant de kiavi ai quant de kiavi ai quant de kiavi ai 同学们都答对了没有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要回答quant de kiavi ai 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说 前一句话我们用的动词是avere 回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avere呢 所以啊我几岁我们用的这个表达方式是avere加数字加ani 那我们来试一下如果我说我七岁应该怎样说 就是i o o对不对 加上数字chi sete 再加上ani 连起来就是o sete ani o sete ani 意思就是我七岁 那我们再来看课文里面这句话 paolo a undichi ani edino sedichi 意思就是paolo 十一岁了dino 十六岁了 dino sedichi这里就是一个省略 他省略了这个a 和ani这两个单子对不对 所以完整的这句话应该是 paolo a undichi ani edino a sedichi ani 还有最后一段同学们 一定要坚持到底最后一段了加油加油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段也比较短很简单 Ciao io mi chiamo Andrea e tu io sono Sara biacere 这段话是不是很简单 同学们基本上都认识了 Ciao io mi chiamo Andrea 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 io mi chiamo 意思是我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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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那么我们看一下书上第九页的右下角 观察 io mi chiamo Marco tu ti chiami Sofia lui rei si chiama Roberto 或者 Roberta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叫什么名字 io mi chiamo 主语是i o 叫什么名字 这个mi chiamo 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一个单词 我们虽然它写起来啊 是两个单词 当面我空格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单词 mi chiamo 每一部分都不能省略 那么我们这里就只需要记忆这三个 我叫什么 io mi chiamo 你叫什么 tu ti chiami 他叫什么 lui rei si chiama 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 可以把io du lui rei 给省略掉 那么我叫Margo 直接就可以翻译成 mi chiamo margo mi chiamo margo 那么知道怎样回答我叫什么名字了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要问别人 你叫什么名字 应该怎么问呢 那意大利语里面 问别人叫什么名字 我们用的疑问词是 k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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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me本身的意思呢 是怎么 怎么 所以kome di chiami 意思就是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那么我们也可以翻译成 你怎么称呼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试着翻译一下 这句话 她叫什么名字 我们就可以说成 kome si chiama kome si chiama kome si chiama 如果我想强调一下是那个女的她 那么我就可以说 kome lei si chiama 或者kome si chiama lei 哦大功告成了 我们四段对话都已经讲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做一个小练习 看看刚刚老师讲的东西 你都学会了没有呢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巩固一下的 揍到 sla 大家可以再继续看 这样子 然后再乱形成 再继续看 是老师的 说明不是灭东西 为练习巨人 是不是 这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asta——Basta 而红色呢,就是意大利人最喜欢吃的番茄 Pomo d'oro——Pomo d'oro 那这三样东西为什么对意大利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甚至可以把它替代国旗的颜色呢? 那么很简单,是因为啊,在做意大利面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是要用到番茄的 那会炒菜的同学们都知道,我们炒菜的时候啊,是要弄点香味出来,对对吧 否则这个菜好看不好吃啊 那怎么办呢?我们中国人烧菜,放的都是葱姜蒜炒一炒,香味就出来了,对吧 这个意大利人才不喜欢你们葱姜蒜这种重油的东西了,对吧 那么他们呢,就有这样一个宝贝,叫做罗勒Basilico 罗勒呢,是有一种非常奇特的香味,不知道同学们瘦不瘦得了这种香味 如果说同学们想试一下的话,可以去菜场里面看一看 有可能它不叫罗勒,叫九层塔 同学们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尝一尝它的味道 那样你就知道,你到底爱不爱它了 反正老师对它已经是爱得无法自拔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幅图 下一幅图呢,也是一个吃货给出的意大利地图 看,整个国家都放满了番茄,对不对 除了番茄,我们仔细看一下还有一些什么 还有一些像香肠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香肠在意大利语里面,我们叫它salami salami 除了香肠之外呢,意大利人还喜欢的一样东西啊 叫oliva,oliva,就是橄榄 那我们应该都知道,意大利的橄榄油啊 还有包括一些腌制的橄榄啊,都是非常著名的意大利美食 好,看了那么多吃的东西,同学们不知道是不是有点饿了呢 反正老师一定饿了,那就祝大家吃好喝好胃口好 就是祝大家胃口好的意思 那大家学了那么久,是不是感到饿了呢 那就祝大家,bon appetito啦 祝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